娱乐圈里的明星基本上都是身价不菲,而且一些明星身价上移的更是别的都是,所以他们也经常喜欢投资一些房地产之类的,有些明星更是豪车豪宅数不胜数。 近日,刘嘉玲和梁朝伟在汤晨一品的房子似乎也准备出手,这样的消息一公布,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汤晨一品位于全上海最好的地理位置,也是非常昂贵的好债之仪,基本上依靠房子就要几亿元,也是很多明星首选的地方。 从曝光的价格中看,刘嘉玲和梁朝伟的这套房子,是用3.88亿买下的,装修2000万,税费1164万,想用4.6亿的价格卖出去。 虽然价格很高,但是有一个花园和两个停车玩,脑补都知道这个房子的豪华型,不过,能买得起这房子的人,可能不会喜欢这样的装修。 不过,在海报的下面,却写着,想要看房子,必须要缴带一百万元的成为一间,这一点也要很多。 人摸不清头脑,第一次听说交钱在看房的,不过,既然敢看这套房子,想必对一百万元也不在乎吧。 不过,这套房子,刘嘉玲和很少在这里住,想必就是用来投资的吧,所以房间内没有特别多的照片之类的,他们香港的房子就截然相反,整体装修都是欧式复古风,各种水晶灯和沙发也是十分的湿滑,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费,看来两人的审美品味,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从他香港的豪宅内,想必汤城一片也不会太差,但是4.61高价卖出,刘嘉玲把手就能赚五千万,也就是拍几部戏的价格,对于他们对豪宅这样的定价,小伙伴们,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